惹人嫌的蔬菜呢 前這個倒數四名 就是這個紅蘿蔔秋葵 跟青椒還有番茄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錄菜呢 今天呢 就是這個考驗 我們奶痕主廚的時間啦 來 趕快健康先上桌 討人宴的蔬菜 有可能變好吃嗎 來 國民男代主廚 好 我們今天就來處理 我們的米茄優格泥 那這個是米茄 然後我們 第一件事情要先把它熟化 熟化你有很多方式 譬如說你可以用烤的 你可以用蒸的 你可以用在植火上面炭烤 那我們第一 煮的呢 煮的不建議 因為煮的話 你可以使用蒸的方式取代 因為煮的它可能那個 口感啊 果肉就有流失在裡面 因為我們會增加一些其他的風味 去簡化 茄子討人宴的 讓我已經 它把它切開了之後呢 為什麼你要畫那個 像芒果一樣的東西 對 因為你畫到之後 它才比較容易熟 熱比較容易進去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 大蒜 大蒜把它 強烈的味道給它壓過去的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米茄優格泥 它非常適合 譬如說沾沙拉 或是沾魚 沾肉都可以 或者是 對 像今天 製作單位還有準備了 就是小黃瓜跟紅蘿蔔 天啊 你是不是很討厭吃小黃瓜 我們想把食物都放在一起 黃瓜不是 你不能幫我說 台灣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我會很神奇 對 所以 所以就是因為基於就是 還給我塞進去 沒有 塞進去嗎 你討厭那個大蒜嗎 你會討厭大蒜的味道嗎 不是 你要把它塞進去 它那個味道才可以 入了在裡面 整個這樣弄 這味道就已經好 對 可是我也不喜歡吃小黃瓜 小黃瓜 就是小黃瓜 生的我還OK 那個熟的 我覺得小黃瓜 根本不應該拿去炒 小黃瓜就是涼拌 我覺得OK 但是它如果跟吐司放在一起 在早餐裡面 它跟美乃滋貨在一起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個味道我們喜歡 小黃瓜不臭味 對 就是有種菜味 我覺得小黃瓜拿去弄熟 真的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如果搭配不好就是災難 對 你現在加的是迷迭香 然後還有黑胡椒 對 這個是百里香 新鮮的百里香 對 它 百里香它其實也是增加它一些新鮮味道 通常新鮮的比較不好取得 但是它的味道 會跟乾燥的來得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選擇 自己種 自己種也很好 對 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 它很不耐熱 它可能冬天會給你 它也很漂亮就是長得茂盛 夏天就是 很容易死掉 對 奧賭給你看 所以我們就這樣把它 再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請私家幫我 撕一下 把它用鋁箔包在一起 我以為 他以為你要叫你把它合在一起 你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真的很有質感 夠不夠到 可以把它撕下來 好 把它撕下來 要兩塊可以 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然後丟掉 是不是丟掉 不行 不好意思 我們要錄影 丟到之前先把它送到烤箱 這個真的很棒 再怎麼包 那個味道還是衝得出來 各位 然後我們就把它送去烤箱 送去烤箱 然後差不多烤個 二 三十分鐘之後 這麼久 可能 要透是不是 對 甚至可能會三 四十分鐘之後 它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天啊 好可怕 大概幾度 要幾度的溫度 幾度大概180度 可能三 四十分鐘左右 看它有沒有軟化 軟嫩 對 軟嫩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把它的果肉 給挖起來 蛤 這個還要果肉跟果皮分離 沒錯 就是我們不取它的皮 那我皮呢 我皮不能直接丟進去嗎 皮就不用了 因為它其實有點像番茄皮 它就是會比較不容易 除了不容易消化之外 它有時候還是會帶一點口感 那我們其實就取中間的果肉 就可以了 天啊 好奢侈 好奢侈喔 因為它皮它很奇怪 它就是即使你使用均質機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殘渣留在上面 對 那我覺得以料理藝術來說 是不能接受有這種不完美的破壞好感 但以營養來說建議把它放進去喔 對啊 因為燒肉皮的一個花心素 其實營養價值是很高 而且纖維質含量也比較多 是很好的 有類黃銅等等 對啊 它的厲害的地方不就是紫色的皮嗎 對 那其實如果說你想要保色的話 那你都這樣子了 你何必要吃茄子 但是我有取它果肉啊 就是它的風味 它其實加熱過後 它的味道其實就不會那麼強烈 而且再加上我們油香 剛剛還記得嗎 我們裡面包了哪兩種蔬菜 大蒜跟白理香 跟白理香 它其實就是會讓它的風味 就是更有層次感一些 就是你 那如果挑食 真的挑食怎麼 對啊 有沒有什麼 其實像花青素這個東西 只要是紫色的來源都還滿多的 不管是紫米 黑米 或者是藍莓 葡萄 對 藍莓接受度就很高啦 只要你願意吃這些東西 它其實花青素是可以蓋過去的 所以其實我吃葡萄就可以了 我不一定要吃茄子 可是因為這兩種不太一樣 因為葡萄是水果 茄子它本身是一個蔬菜類 所以可能像紫高麗菜 這種你就可以拿來取代茄子 好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大蒜 白理香 都不需要跳出來 我們用這麼漂亮的一個攪拌機 對 然後梗梗的部分 白理香那個梗梗 你可以把它打起來 然後就直接把它燻起化 都不需要再另外的過篩 這樣搭起來就感覺很高級 葡萄姐的臉 就像牛湯 真的喔 她表情已經管理已經 已經完全失控了 對不起 我一點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控制我自己 你給她一個機會 她會變美了 真的嗎 真的 那我現在就把優格加進去 這無糖還是要 無糖優格 那有糖的會比較好嗎 我建議還是無糖了 因為我們今天配的 畢竟比較像是 鹹食的方式 把它攪拌一下 然後要盛盤之前 我們要記得先偷吃一下 看這個味道是不是 廚師很偉大 對 我覺得稍微 你討厭吃茄子 就有再挑一下 對 我覺得可以在下一次 就是茄味有點重是不是 茄味是有點重 但是我可以再 因為茄子可以再加一些 譬如說鹽 或者是胡椒 你本身是喜歡吃茄子的嗎 我本身也不喜歡吃茄子 是 我其實今天的東西 也是剛好我不喜歡 可是會盡可能的 把它變成大家喜歡吃的 就是吃不出來 這樣味道就很淡了 沒有 它等一下還有一個祕密武器 加上去之後 那愛吃茄味的人 是不是他就是可以直接 如果他現在吃到這個味道 他就會非常的滿意 我就會喝茄子濃湯 這個幾乎已經是茄子濃湯了 茄子濃湯你OK 我OK 我覺得好香 這個幾乎已經是茄子濃湯的概念 茄子濃湯你可以 對 其實基本上 這樣的醬醋已經完成了 其實滿多人不喜歡茄子 有可能是它軟爛的口感 可是像這樣子 改變之後 它就變成是另外一種食物了 沒有錯 你把它傳了像是馬鈴薯米 但除了現在這個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完成 80%到90%了 如果你想要它超越100分的話 還有兩個祕密武器 第一個就是這個起司 加起司 沒有錯 這個是 帕瑪森起司 這真的是異國料理 你不講 我只是不會猜到它是茄子 對 如果它做這樣 你就會覺得它只是普通那種醬 就想說可能是松露泥或什麼 因為它有點顏色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其實它就可以直接拿去 當魚或是當肉的蹭底 然後這邊是一個 咪咪武器它是 感光植物 香菜 這個是九層塔的油 我用九層塔去淬煉出來的綠油 讓它的香氣就可以直接把 你不要說香菜的油 吃他姐姐 沒有 我是抽一層塔 好不好我們可以聊天的 因為我弄這個 來 很棒 所以你光單吃沾跟加這個吃沾 它其實會有不同的層次感的 那我們就上菜囉 米 茄 優格 泥 你們可以搭配著蔬菜或者是多粒多汁 像吃沙大醬的 你剛剛只想要吃多粒多汁 對 多粒多汁 我們來 立刻來 你真的就恰紅蘿蔔 我跟你講我被制約了 真的恰的 你被制約了 趕快 來 來 沒有茄子味 她剛剛說你加 百里香味對不對 對 新鮮百里香 還有大蒜 百里香味道完全 其實把茄子味道壓過去 吃不出來 我吃不出茄子的味道 對 好強 其實在這個醬裡面茄子 它就提供一個巴底的角色 我吃不出茄子的味道 很好吃 還可以嗎 很好吃 所以這其實也很受大家歡迎 然後茄子過敏者都能接受 沒錯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 大家一定要吃吃看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這家庭